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是大型网购平台京东商城的创始人 零如行业非常庞大的行业 他的第一项就是CEO的个人项目 他的奋斗目标是穿越全球所有沙漠 打造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我不觉得我有没有任何特色 可能就是踏踏实做吧 就是一直做下去 觉得一辈子只能活到有价值 对自己短短生命 他就是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本期节目刘强东与您一同分享 他是如何选人的 像京东这样一家公司 现在找高管还费不费劲啊 如果我们寻找新人呢 目前来比几年前好很多 四年前我们所有部门都是公司啊 从进度做起 对一点点培养起来的 但拿到投资之后呢 我们就是扩充品类 投资物流 而且要开始做这个品牌 所以这块呢 过去京东都没有这人才 包括财务管理 我们到正规化 都从那边引了很多这个高管过来 在那个时候呢 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说服一名 这个有一二十年层层经历 一个很好的收入 而且那时候我也不能跟人家很好的收入 特别先进一部分 所以我们第一年引入高管的时候 我们来到前五个高管 来的时候先进收入的话 就比他之前的单位 最低的一个人是少了30% 最多人少了50% 你是有期权激励的吗 有期权的 如果没有期权呢 我是不会去找人谈的 那您是用什么手段 朋友介绍 猎头 还是投资人的帮忙呢 三种区域都有 还有呢 就是我在网上 不但没看到这人写的文章 一些采访啊 然后就像您 可能之前看了我的视频上 我就仔细分析这个人 发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是我所需要的 然后我就告诉我的人能复权 我说我就要这个人 你详细一下把他联系上 然后这个方式也非有 作为一个人的特质 是什么东西 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我要要过来 一定和我们的事业 是能够绑在一起的 是什么东西能够打动您的 首先呢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是 做的永远比说的多多人 我不喜欢能夸话气谈的 话果在内 其实我们说话水平都很一般 也说不出来 特别高声的话 或者很伟大的那些话 这是一意义 如果这个人说话特别好听的话 我绝对不要 第二呢就是 因为他不怎么能说 他如果能成功的话 往往都看做了 我会分析他过去所有的经历 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如果上来比如说就是一直念学 念到博士 然后加入一个特别大的企业 这样我就不太敢 第三要求呢 在民企或者是在中国这个 环境下 环境下工作过的高管 如果一直在外企工作 或者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 那么我们觉得团体任何呢 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你是在个人品格上 你比较厌恶的是什么 就是撒谎 有一句谎言的话 如果只要被我发现 既是一个副品牌 他说一句话是撒谎的话 我都一定会把他开除掉的 开除过吗 就是早上打卡呢 是让他的秘书帮他打卡 这是不能容忍的 他是送他孩子去上去 其实也就是工作了一年多时 只有两次带打卡 高管有这种行为 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 确认的时候 他自己也承认了情况的话 就把他请走 那他自己能想通吗 刚开始是想通 但是呢 通过就是人资的 不断跟他做工作 因为他来之前 我们防部强调的 这是京东一个红线 就是这个雷一样 就是任而碰了 肯定会炸的 想到不想 其实他可以跟你请假 其实他不需要想往请假 他可以不应打打卡 他可以就打卡迟到了 没人去除发他 我也扣他工资的 我们对所有的高管 走年以上呢 并不要求强制性的 就说你不能迟到 你要迟到来扣你钱 上大工都没有的 但是每年呢 我们年里呢 在胜中加印的时候 我们对员工会有一次分析 这个分析是多方面的 包括你过去的考证记录 所以呢 我们这位同事 他可能认为 就一年下来 没有任何迟到休息啊 早退的记录 可能觉得最完美的 一份考骑呢 每一位副总来之后 落地和其他的 这个相关的融合 您在这个地方 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在 请高管来之前呢 我们会有三级的 一个沟通体系在里面 像高管来的人字的副总来 都会亲自跟他 有好多次的沟通 来时间我也会告诉 你来了京东工作 你面临着什么困难 你面临着可能 就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过去你可能在惠普 你可能在IBM 相对讲 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公司 上面有明确的体系 告诉你 你该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每天做了之后 就OK了 京东来的时候 没人告诉你 你做什么 我就给你一个授权 告诉你 你的人权是多大 财务权是多大 之后呢 给你部门提个目标 你达成目标 一切就OK了 所以你达成目标过程中 没有人告诉你 该怎么做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你自己要来做战略 自己来定策略 自己去带团队 自己去往前冲 去冲锋险阵 直至达到这个目标为止 那么我觉得 有了这种冲锋沟通之后呢 那么员工来之前 他就会比较一个 合理的期望 这个呢 我觉得是维系 我们所有新入住的团队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他如果之前期望太高 或者太低的话 我就来了 都会出现问题 如果能把他期望 跟他事实上看到的东西 基本对得起来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这种双向的选择 最后呢 就比较容易呢 相处 您的助理通常会告诉他们 就是你有什么毛病呢 他一般会说 首先呢 我这个人是最快新职的 就是我如果有任何的 好和不满的意 都不可能让我 容忍一分钟的 就是如果我不高兴的话 说你要装多高兴 让我装一分钟 我装不着来 如果我高兴的话 你让我装着不高兴 我也装不过一分钟 最多只能坚持 十几秒钟 这实际上是一个 性情中人吧 就不算什么缺点吧 因为很多高管在市场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 在行业都很受人尊重 有时候当着很多员工面 被批评 这种感受很不好 从管理头来讲 这是一个大忌 我不应该是这么对待 我的同事 但实际上我又改不了 我这东西 我没办法做到笑额的 已经很生气了 我还乐额的 请你到办公室 我们去发个办公室 告诉你哪儿哪儿 我认为你不好 我不对啊 做错了 你该怎么办 等等 我就没这时间 我就发一种哄 十几话说出去 走人 管培政策是什么概念 我们是每年 新招大概有几十个 刚从学校毕业的 应届的大约毕业生 我们要求不允许 在别的公司工作过一天 我们第一天就来京东公司 我们开始在京东培训 前半年不当当任何工作 就是每个部门 不断的能量 每一个职位都做过 在这里面还有很多讲课 包括外聘的讲师 我也会亲自给他们 讲很多很多东西 甚至怎么走路 怎么吃饭 做到饭上怎么做 怎么经营酒 这基本都会跟他们讲 然后明天又要 他们自由选择 到部门去 当当具体的工作岗位 半年之后 进行第二次选择 然后工作满两年 还可以第三次选择 制度是建立了多少年 五年了已经 因为你在他的培训上 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他跳槽的几率有多高 从目前为止为零 在京东工作满三年 上拐败上 离开京东 出去都至少两倍 到三倍的钱水 你不怕人挖吗 因为我们现金 可能比别人少 但是他们也会得到期权 增合数不低 另外这次主要的 作业界新别大学 他前五年 对他连薪水 绝对不是这次主要的 他觉得在京东公司 每年的成长速度 远远超过他的同学 超过他同龄人 他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所以这种机会的话 对管门上 他是极为珍惜的 甚至很多管门上 真的跟我说过 刘总 你就不给我钱 我也愿意跟你干五年 都没有问题 我家里可以 支撑我在北京待五年 所以这五届管门上 将来也一两百个人了 只要我在北京 都会有不同的管门上 陪我吃午饭 晚上如果假设 我有时间出去散播 或者去游泳的话 也会只要有管门上 陪着我 实际上是希望呢 就一对一对交流 这样就把我大量的 碎片时间利用起来 充分地跟这个 管门上有更多的 接触交流 这样希望他们 学的就是各种思维的方式 而并不是 做事的具体方法 像这样一些大学生 都是谁去选来的呢 用什么标准选的呢 我们内部有一个叫 管理培训人招聘委员费 由五个副总裁组成的 他们选人 我来培养人 我从来不参加任何 管门面试 当然定了两个维度 一个是价值观维度 一个是能力维度 什么样的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我们 京东公司六大价值观 诚信啊 团队啊 客户违线啊 这些基本的 可以说你能够做到 京东价值观呢 一定是一个 人品很不错的一个人 不要是第二郎 那是鬼愤的人 或者是四处老想 做会接近靠空门管骗啊 那些人就行 能力这块 他们其实并没有能力 我们主要根据的 各种测试文件 和现场提问 反映到灵敏度 我们会有三次的 鼻试面试和副试 把这六千多名 选出了一百个人 他们都是这个 各个高校的教教者 我们为此开始 代价也不错呀 我们年薪也十万的 哦 上来就联系十万 对呀 什么工作都没有 上来年薪十万 即使在那个前面的 半年的培训期间 年薪也十万 对 现金 我们来第一年就给股票 现在老师物价也很高 我希望这些观美商 首先他如果能 真的是把一切杂念抛弃掉 他那是在进度工作 学义成长的话 你必须解决 他基本的一个生存问题 他如果在北京 为了租房 还要去考虑 要为下段吃饭 买点衣服 还要四处借钱 让父母张口 我觉得很难指望 这些官员真的能够 就彻底放下来这 把全身一头的工作 和学义上来 所以我也跟他们说 每年给你的钱 不允许你们存一份钱 也不允许你寄个家里面 那有点像军队 一个父母呢 都很年轻 毕竟刚刚大学一毕 还没到了自己 需要美国寄个 三千两天 去赡养父母的时候 他们早晚有天是需要的 早晚有天需要他们 寄的不是三千两天 是希望他们 几万几万的寄回去 能让操劳的父母 到年龄大的时候 能够想个二三十年的父母 什么都不应该干的 所以希望把这钱 他们大部分都买书 自己节费 参加各种外部的培训班 那其实您这个管培生志 相当于在京东 建了一个黄埔军校 是这个意思吗 确实有人这么承认过 我不想把它变成 一个黄埔军校 因为这样来 其实对现有的 老英工来讲 其实冲击比较大 而且确实也存在 这种现象 老英工老觉得 凭什么呀 你看我干活比他多 对立工的工业比他 还要多 我拿了些年 还没到十万 为什么他工作比我高呢 因为确实这些学生 从过去培养五年 经验来看 他们从上速度很快的 刚刚来是一无是处 但三年之后的话 他们现在给工带来 无口补量的价值 京东公司失败了 比如说99%是我 一个人到什么 早晚点我又面临强吧 面临强很简单 我可以退出去 现在你这个公司的 上市的这个脚步是怎么 因为我们物流投资 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直说 一三年不考虑上市 您的一三年的销售额 大概是多少 我们应该 即使达不到一千亿 应该离一千亿 也不会很远 那就未来 您的公司的市值 是一千五百亿左右 那个时候 你的人生会发生 非常大的质变 其实不会有什么改变 唯一改变心里呢 老时候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我所有压力 就是看到我团队大 别的我没有任何压力 因为你想的话 一万多个人 京东公司失败了 他说百分之九九 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对 你一个人 你就是一下让三万两个人 没有尊严的 再去找份工作 这人感受很杂夸的 他们都成为一个 失败的时候去找工作 得到的是没有尊重 今天任何京东人 离开公司 出去 得到的是万分的尊重 是两倍三倍的薪水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你的上限 你的局限 你的天花板 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觉得 业绩能反映一个公司 因为应用天 是决定你长远业绩的东西 但数字呢 是决定短期的东西 什么意思 有时候你应用天呢 好了 不代表你立即业绩 立马就能好 应用天可能影响 你一两年之后的业绩 但数字呢 好和不好 是能立即能看出来 所以我想呢 就是根据公司的财务数据 和应用天 这两个呢 是对我的能力天花板 是一个人的 都会有能力天花板 我不可能是个 神人一样说 企业做得多大 我都有能力的 绝对不可能 早晚点 我会面临天花板 面临上很简单 我可以退出去 我可以不做CEO 我可以在全球 找最优的 比我强很多的 来做CEO 我可以在他的授钱 像今天对费总的授钱一样 我所有语言都不管 退出公司应用层 跟所有的投资人一样 做股东吧 反正就是 做作业股东 在应用方面 没有任何职业化的权利 连你等着看财务报表 你觉得自己 有力不从心的地方吗 目前还好 因为我们这个规模 还是非常小 毕竟就是一百多亿 今年就是将近三百亿规模 在流行业 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流行业 你随便拿出来 都是七八百亿 一千多亿 几千亿 一抓一大把 其实你内心你是 想在CEO的位置上 一直走下去的 是这样吗 我希望在CEO位置 我能尽可能长远走下去 因为流行业 非常庞大的行业 它的第一天好板 就是CEO的 个人天好板 如果不是CEO这种 天好板 它只能做很大很大 连沃尔玛特 一中是两万多亿 交易项 到今天为止 全球最大的公司 最大一个组织 实在是行业 它能产生巨无霸出 比你想想大很多众企业 我如果能坚持市场预长 又能保证公司 平稳地快速发展 我预想到达那一点 邻里的大大宣传 这些企业 即是换人 换人是很痛苦的 特别换一个CEO 我很难去克隆一个 跟我一模一样的一个CEO 完全跟我一样 只要跟我不一样的 来了都有项目团 都会有冲击的 就是说和你这个团队 很难对接是吧 一定没有 你看所有的公司CEO 放了之后 接下来三年 都会办了一大批 核心和高管人的励志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 所以换一个CEO 对于企业来讲 大概需要三年的震争期 我可能讲不了 太多的大道理 我也不太懂 很多这种高深的理论 科学知识 但是我就喜欢搜集案例 案例 你拿一两百个 几百案例的话 他们一放的话 你就非常轻易能得到一个阶段运动 对吧 在企业的公司 国内的 你就想吧 大的小的企业 你所知道 你拿一千个案例 他们曾经换过CEO的 把过去的业绩查出来 都能看到非常轻易的 这种变化 所以我希望它越晚越好 越晚的精通工资 越早能长大一点 越晚一点 它越成熟 增长速度越慢一点 能够过渡的 越平稳一点 对于工作 正常的时间 越短一点 伤害的越小一点 越早呢 越糟糕 所以我也是不断希望自己 能够不断地进步 我们节奏的成本怎么办 我们准备一部分 给我们的供货商 让供货商多赚钱 一部分给我们的消费者 降临降临 那这个产品里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和供货商的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怎么把握 跟供货商关系呢 老实说我们一直强调是 让供货商赚点钱 你看过去这么多年 我就连续四年我赔钱 但是跟经济商的美供货商 你可以调查 我可以说保几百都赚了钱 赚钱比以前还多 所以我们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才导致在3C家电 到今天位置 再没有一个3C商站来说 反对我们 说不过我们合作了 说经济不好了 一个都没有 现在所有的3C商都跟我们直接供货 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我为什么强调成本和效率 成本加来就有什么好处 整个周关孙 所有商家的追求的目标是 大家都卖一块钱东西的时候呢 老板和培训自己员工 能卖在一块 这是优务员工 这是好员工 老板多给提倡 所以员工不断就忽悠 明明卖一块钱东西 整体蒙个一块二 一块三是两块 而我们理念是什么 当别人都卖一块钱的时候 如果我们卖九毛钱 但是还能够跟卖一块钱东西 一样赚钱的话 这是我们精通的合影精通力 我比你卖的便宜 但是我绝对不以为我们赚的钱要比你少 我要赚一样多的钱 但是我卖的比你便宜 所以我们节奥的成本怎么办 我们节奥的成本不准备 都自己赚到 并不愿意打破零售行业的威力 这个惯例 我们还希望就赚净利润 做三个点到五点足够了 这是全球的流入行业的一个 基本的净利率水平 阿玛兰 沃尔玛 国米苏 都在区间之内 所以你们的净利润 就是三个点到五个点 但是你的规模大呀 我们节奥的成本怎么办 我们准备一部分给我们的供货商 让供货商多少赚钱 一部分给我们的消费者 降低价格 所以我们降低的成本 不会成为我们精通商上额外的利润 不是 我们准备把这个钱 全部分给我们的上面 和下面的两类合作伙伴 这是你们的政策 这是我们经营理念 这是13年前就有的经营理念 没有改变过 不是因为有电子商务 没有电子商务也涨 我拿一万两千块钱 摆个柜台跟人打到时候 也涨 就是靠跟我合作的 共和商都赚了钱 跟着我们 长期在京东买的人 都拿到真的东西 拿到非常公平的一个低价格 从头来 才能够从上万个柜台里面 出出来 啥时候在雪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